那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按右键出转格式 我们可以特别是以后如果说 在这个格式里面不存在 你要的那个样子的话 有几个方法 一你可以先怎么样 选一个你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我先选择什么 中华民国力也许选这一个 然后再来特别注意 关键地方来了 但是问题这个跟我要的 还有个落差 比如说这边斜线跟点 要改然后两码 还有周期 对不对 所以其实有三个地方把它改正 可是问题怎么改 特别是关键来了 制定 有没有 也就是说你可以先选一个接近之后 然后利用制定做什么 把它做变更 所以特别是以后 你可以针对那个不存在的格式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创出来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其实ESEL里面很多格式都不存在 但是你可以把它创 创造出来 那怎么创 一先选一个接近的 二点选次定 三的话呢 请各位观察一下 这边有个公式 那不过这个公式当然跟那个 之前你看到的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其实应该慢慢 如果你看多了 你慢慢就知道怎么改了 不过我们不要乱改 我们大概就是可以从这个蛛丝马迹来看 你会发现这个实际是明国年 我们不要动 我们要动的是把斜线改成点 那怎么改 很简单 斜线把它直接就改了 那请各位看一下 上方也会显示出它预览的结果 第一个就改正了 比如说斜线变点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两码 那它要补零 两码就一样 一码的话就补零 那补零什么 不太必需要 请你把M再加一个M 所以两个 如果你假设是个位数 它自动会补零 D的话呢 一样改成DD OK 那这个方法 我印象中在像资料库 像ASIS的资料库 或者像SEGAL SERVER资料库 其实它改法 很多地方都雷同 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第三个的话呢 还有什么地方呢 我要在这个后面加一个刮符 然后呢 放一个周期 周期要怎么加呢 很简单 你家加三个A A 小A哦 A A A 各位发现周期出来了 OK 那 那星期起呢 很简单 再补一个A 星期起 OK 三个是周期 四个就星期起 OK 然后你再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不过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呢 你怎么会知道说 星期起或周期这个怎么补上去的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啦 那我怎么知道 很简单 用利用方法的方法 日期里面不是有周期 日期里面我先把它改为期历 期历不是有星期起跟周期 那这个星期跟周期啊 其实我是要补到那个后面的话 但是我不知道说 它背后规则怎么做 那很简单哦 你先找到一个 然后按字顶 你会发现呢 从分号到中瓜五中间 就是三个A 那其实意思是说 我先看到了三个A 然后把这个讯息补到我要的地方去 就好了嘛 所以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补啊 比如说好几个格式 你可以把它凑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新的格式了 OK 很多都可以这样做哦 我不知道各位以前没这样做过 其实格式并没那么困难 但是其实可以变的啦 不是说不能改的 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说 只能这样 没有啦 以色里面他提供一个制定功能 这个还蛮重要的 不过我发现好像会用的人真的不多 OK